Hello 热八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现场现在有好多爱丽丝 先把他们讲掌握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热八 很开心能够来到小乔的现场 哇 热八今天非常的美 美不美今天 那我们知道热八最近行程非常的忙 然后很多爱丽丝就会在直播里观看你说 说热八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那即使更想问一句 热八在平时工作忙的时候 是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像之前的话自己一般做的是有氧运动 但是近一年多以来 就是自己会参与一些有氧的一些运动 比如说像跑步之类的 对 出出汗 让自己可以就是排解一下 排解一下 是吧 那这里我想问 热八是怎么和我们小乔结缘的呢 然后对品牌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首先我非常开心可以成为小乔的代言人 然后因为我们在整个的合作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小乔是个非常有活力 非常年轻又非常创新的一个品牌 那她在她的就是我们试过的这些跑步境里面 我觉得就是跑起来会很轻便 而且我自己家里就有一台 然后每天就是收工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都会在房间里面都跑跑步也都会觉得很舒畅 对 平时就是收工了都会在家里锻炼一下身体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唤醒身体 热八平时是怎么样来唤醒自己的身体呢 首先我觉得要有适当的运动 一定是可以从内而外去唤醒自己的 然后就是要健康的饮食啊 然后要有一些健康的一些习惯 那就是热八呢一直身材都保持得非常好啊 然后呢听说你有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品尝美食 那身材是怎么保持得这么好的呢 其实也会胖了所以需要运动嘛 对 所以就是平时也就是多多运动吧 运动可以出汗又很健康 对 有没有什么瘦身的小秘诀啊什么的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觉得早晚跑步还挺能受人的 就是早上和晚上跑步这样总之还挺好的 而且像跑步机的话我觉得在家里也是挺方便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享受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或者空气怎么样 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但是在家里你就可以随时随即用小桥跑步 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 没错 其实我们小桥跑步机在家里也是非常的轻便 那平时工作那么忙 就是 哎 是什么毅力呢 让你长期的来坚持 去锻炼去跑步去健身呢 呃 其实我的话 其实我也是会分时间段的 并不是说就是每天都一定得坚持下来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太晚了 那你要是唤醒身体那就睡不着了 对 所以就是看时间 然后有的时候是早上 有的时候是白天正好空闲的时间 来让自己有一个锻炼能够出出汗 对 其实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免得就是每天身体其实不锻炼 身体也会乏对吧 呃 那其实呢 说到小桥呢 我们小桥呢 是科技健身与科技生活 呃 其实我觉得科技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了 嗯 因为呃 在生活中中我们也不可能缺少任何一项科技的产品 那小桥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的科技产品 那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方便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缺一不可 对 其实呢 这样一新的作品会带给大家吗 呃 目前现在还没有上戏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会有电影日月和电视剧三声三十枕上说 会希望能够早点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 接下来时间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小桥体育的CEO潘总上台 来为我们热巴送上我们的品牌纪念礼品 有请潘总 好 那热巴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为我们的小桥体育送上一点祝福好吗 呃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热爱上运动 因为其实之前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有氧运动的人 因为我觉得冲汗会很麻烦 然后又会很不舒服 全身都很不舒服 但是自从自己就是尝试去做有氧 包括跑步这样的运动之后 觉得还挺舒服的 就是你会把很多东西都抛在脑后了 而且整个人就是很健康很阳光很积极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台小桥跑步机 然后在家里也可以 就是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成为一个阳光阶级的人 好 谢谢 非常感谢热巴送上的祝福 那有请潘总带着热巴到我们舞台的右侧稍微等候一下 谢谢大家